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本规则依发展观光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旅行业之设立,变更或解散登记,发照,经营管理,奖励,处罚,经理人及从业人员之管理,训练等事项,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观光局执行之,其委任事项及法规依据应公告并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旨 第三条,旅行业区分为纵合旅行业,假重旅行业及乙重旅行业三种 综合旅行业经营下列业务 一,接受委托贷售国内外海、陆、空运输事业之客票或带旅客购买国内外客票、托运行李 二,接受旅客委托贷办出、入国境及签证手续 三,招揽或接待国内外观光旅客并安排旅游、时速及交通 四,以包办旅游方式或自行组团,安排旅客国内外观光旅游、时速、交通及提供有关服务 五,委托贾重旅行业带为招揽前款业务 六,委托以重旅行业带为招揽第四款国内团体旅游业务 七,代理外国旅行业办理联络、推广、报价等业务 八,设计国内外旅程、安排导游人员或领队人员 九,提供国内外旅游咨询服务 十,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与国内外旅游有关之事项 甲重旅行业经营下列业务 一,接受委托贷售国内外海、陆、空运输事业之客票或带旅客购买国内外客票、托运行李 二,接受旅客委托贷办出、入国境及签证手续 三,招揽或接待国内外观光旅客并安排旅游、时速及交通 四,自行组团安排旅客出国观光旅游、时速、交通及提供有关服务 五,代理纵合旅行业招揽前项第五款之业务 六,代理外国旅行业办理联络、推广、报价等业务 七,设计国内外旅程、安排导游人员或领队人员 八,提供国内外旅游咨询服务 九,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与国内外旅游有关之事项 以众旅行业经营下列业务 一,接受委托贷售国内海、陆、空运输事业之客票或带旅客购买国内客票、托运行李 二,招揽或接待本国观光旅客国内旅游、食宿、交通及提供有关服务 三,代理纵合旅行业招揽第二项第六款国内团体旅游业务 四,设计国内旅程 五,提供国内旅游咨询服务 六,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与国内旅游有关之事项 前三项业务 非经依法领取旅行业执照者 不得经营 但待受日常生活所需国内海、陆、空运输事业之客票 不在此限 第四条 旅行业应专业经营 以公司组织为限 并应于公司名称上标明旅行社字样 第二章,注册 第五条,经营旅行业,应被据下列文件,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筹设 一,筹设申请书 二,全体筹设人名册 三,经理人名册及经理人结业证书营本 四,经营计划书 五,营业处所知使用权证明文件 第六条 旅行业经合准筹设后 应于二个月内依法办妥公司设立登记 被据下列文件 并缴纳旅行业保证金 注册费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注册 借其集费只筹设之许可 但有正当理由者,得申请延长二个月,并以一次为限 一,注册申请书 二,公司登记证明文件 三,公司章程 四,旅行业设立登记实相卡 前项申请 经核准并发给旅行业执照赋予注册编号 使得营业 第七条 旅行业设立分公司 应被据下列文件 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 一,分公司设定申请书 二,董事会议实录或股东同义书 三,公司章程 四,分公司营业计划书 五,分公司经理人名册及经理人结业证书营本 六,营业处所知使用权证明文件 第八条 旅行业申请设立分公司经许可后 应于二个月内依法办妥分公司设立登记 并被据下列文件及缴纳旅行业保证金 注册费 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旅行业分公司注册 借其集费只设立之许可 但有正当理由者 得申请延长二个月 并以一次为限 一,分公司注册申请书 二,分公司登记证明文件 第六条第二项 于分公司设立之申请准用之 第九条 旅行业组织 名称、种类、资本额、地址、代表人、董事、监察人、经理人 变更或同业合并 应于变更或合并后 15日内被据下列文件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核准后 一,公司法规定期限办妥公司变更登记 并评办妥制有关文件于二个月内换领旅行业执照 一,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其他相关文件 前项规定 与旅行业分公司之地址 经理人变更者准用之 旅行业股权或出资额转让 应依法办妥过户或变更登记后 报请交通部观光局备查 第十条 综合旅行业 假中旅行业在国外 香港、澳门或大陆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与国外 香港、澳门或大陆地区旅行业合作于国外 香港、澳门或大陆地区经营旅行业务时 除以有关法令规定外 应报请交通部观光局备查 第十一条 旅行业时收支资本总额 规定如下 一、综合旅行业不得少于新台币三千万元 二、假中旅行业不得少于新台币六百万元 三、以中旅行业不得少于新台币三百万元 综合旅行业在国内每增设分公司一家 需增资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 假中旅行业在国内每增设分公司一家 需增资新台币一百万元 以中旅行业在国内每增设分公司一家 需增资新台币七十五万元 但其原资本总额 以达增设分公司所需资本总额者 不在此线 本规则中华民国103年5月21日 修正施行前之综合旅行业 其资本总额与第一项第一款规定不符者 应自修正施行之日其一年内办理增资 第十二条 旅行业应依照下列规定 缴纳注册费、保证金 一、注册费 一、按资本总额千分之一缴纳 二、分公司按增资额千分之一缴纳 二、保证金 一、综合旅行业新台币一千万元 二、假仲旅行业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 三、以仲旅行业新台币六十万元 四、综合旅行业 假仲旅行业每一分公司新台币三十万元 五、以仲旅行业每一分公司新台币十五万元 六、经营同种类旅行业 最近二年未受停业处分 且保证金未被强制执行 并取得经中央主管机关任可足以保障旅客权益之 观光公益法人会员资格者 得案 一、至 五、募金额十分之一缴纳 旅行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有关前向第二款第六目规定之二年期间 应自变根时重新起算 一、名称变根者 二、代表人变根 其变根后之代表人 非由远古东出任 且取得股东资格未满一年者 旅行业保证金应以银行定存单缴纳支 申请 换发或补发旅行业执照 应缴纳执照费新台币一千元 因行政区预调整或门牌改编之地址变根 而换发旅行业执照者 免缴纳执照费 第十三条 旅行业及其分公司应个至经理人 一人以上负责监督管理业务 前项旅行业经理人应为专任 不得兼任其他旅行业之经理人 并不得自营或为他人兼营旅行业 第十四条 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 不得为旅行业之发起人 董事、监察人、经理人 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 以充任者 当然解任之 由交通部观光局撤销或废止其登记 并通知公司登记主管机关 一、承犯组致犯罪防治条例规定之罪 经有罪判决确定 服刑其满尚未于五年者 二、承犯诈欺 被信 侵占罪经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 服刑其满尚未于二年者 三、承扯公务亏空公款 经判决确定 服刑其满尚未于二年者 四、受破产之宣告 尚未复权者 五、使用票拒经拒绝往来尚未其满者 六、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者 七、曾经营旅行业受撤销或废止营业执照处分 尚未于五年者 第十五条 旅行业经理人应被拒下列资格之一 经交通部观光局或其委托之有关机关 团体训练合格 发给结业证书后 使得冲任 一、大专以上学校毕业或高等考试及格 承认旅行业代表人二年以上者 二、大专以上学校毕业或高等考试及格 承认海陆空客运业务单位主管三年以上者 三、大专以上学校毕业或高等考试及格 承认旅行业专任职员四年或领队 导游六年以上者 四、高级中等学校毕业或普通考试及格 或二年至专科学校、三年至专科学校、大学一业或五年至专科学校 七、大专以上学校毕业或高等考试及格 承认观光行政机关业务部门专任职员三年以上或高级中等学校毕业 承认观光行政机关或旅行商业同业工会业务部门专任职员五年以上者 大专以上以上或高级中等学校毕业务部门专科学毕业 毕业者前向第二款至第四款支年资得按其应具备支年资减扫一年 第一项训练合格人员连续三年未在旅行业任职员 应重新参加训练合格后 使得受雇为经理人 第十五之一条 旅行业经理人训练由交通部观光局或其委托之有关机关 团体办理 前向支售委托机关团体应具下列资格之一 一、需为旅行业或旅行业经理人相关之观光团体 且最近二年程自行办理或接受交通部观光局委托 办理旅行业从业人员相关训练者 二、需为设有观光相关科系之大专以上学校 最近二年程自行办理或接受交通部观光局委托 办理旅行业从业人员相关训练者 第十五之二条 旅行业经理人之训练方式、课程、费用及相关规定事项 由交通部观光局定之或由其委托之有关机关 团体拟定陈报交通部观光局和定之 第十五之三条 参加旅行业经理人训练者 应减负资格证明文件 缴纳训练费用 向交通部观光局或其委托之有关机关 团体申请 并依排定之训练时间报道接受训练 参加旅行业经理人训练之人员 报名缴费后致开训前7日得取消报名 并申请退还期程训练费用 与其不予退还 但因产假 重病或其他正当事由无法接受训练者 得申请全额退费 第十五之四条 旅行业经理人训练节次为60节课 每节课为50分钟 受训人源于训练期间 其缺课结束不得于训练节次十分之一 每节课迟到或早退于10分钟以上者 已缺课一节论计 第十五之五条 旅行业经理人训练测验成绩以100分为满分 70分为及格 测验成绩不及格者 应于7日内申请补行测验一次 经补行测验人不及格者 不得结业 应产假 重病或其他正当事由 经核准延期测验者 应于一年内申请测验 经测验不及格者 依前项规定办理 第十五之六条 旅行业经理人训练之受训人员 在训练期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应于退训 其以缴纳支训练费用 不得申请退还 一 缺课结束于十分之一者 二 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训练者 三 报名减负之资格证明文件细伪造或变造者 四 受训期间对讲座 辅导员或其他办理训练之人 原师已强暴 胁迫者 五 其他具体四十足以认为品德操守违反职业伦理规范 情节重大者 前项第二款至第四款情形 经退训后二年内不得参加训练 第十五之七条 受委托办理旅行业经理人训练之机关 团体 应一交通部观光局核定之训练计划实施 并于截训后十日内将受训人员成绩 截训及退训人数列策城报交通部观光局被查 第十五之八条 受委托办理旅行业经理人训练之机关 团体违反前条规定者 交通部观光局得与纠正并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废止其委托 并于二年内不得参加委托训练之征选 第十五之九条 旅行业经理人训练之受训人员训练其满 经核定成绩及格者 于缴纳证书费后 由交通部观光局发给结业证书 前项证书费 每件新台币500元 其补发者 一同 第十六条 旅行业应设有固定之营业处所 同一处所内部得为二家盈利事业共同使用 但符合公司法所称关系企业者 得共同使用同一处所 第十七条 外国旅行业在中华民国设立分公司时 应先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核准 并依法办理认许及分公司登记 领取旅行业执照后使得营业 其业务范围 在中华民国境内营业所用之资金 保证金 注册费 换照费等 准用中华民国旅行业本公司之规定 第十八条 外国旅行业为在中华民国设立分公司 符合下列规定者 得设置代表人或委托国内综合旅行业 加重旅行业办理联络 推广 报价等事物 但不得对外营业 一 唯一其本国法律成立之经营国际旅游业务之公司 二 未经有关机关禁止业务往来 三 无违反交易诚信原则记录 前向代表人应设置办公处所 并被据下列文件申请交通部观光局核准后 于二个月内依公司法规定申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案 一 申请书 二 本公司发给代表人支授权书 三 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四 京中华民国驻外单位认证之旅行业执照影本及开业证明 外国旅行业委托国内纵合旅行业或假种旅行业办理联络 推广 报价等事物 应被据下列文件申请交通部观光局核准 一 申请书 二 同意代理第一项业务之纵合旅行业或假种旅行业同意书 三 京中华民国驻外单位认证之旅行业执照影本及开业证明 外国旅行业之代表人不得同时受雇于国内旅行业 第二项办公处所标识公司名称者 应家驻代表人办公处所字样 第十九条 旅行业经合准注册应于领取旅行业执照后一个月内开始营业 旅行业应于领取旅行业执照后使得悬挂实招 旅行业营业地址变根时 应于换领旅行业执照前 拆除原址之全部实招 前二项规定于分公司准用之 第三章 经营 第二十条 旅行业应于开业前将开业日期 全体职员名册报请交通部观光局被查 前向职员名册应于公司薪资发放名册相符 其职员有异动时 应于十日内将异动表报请交通部观光局被查 旅行业开业后 应于每年6月30日前将其财务及业务状况 依交通部观光局规定资格式填报 第二十一条 旅行业暂停营业一个月以上者 应于停止营业之日起15日内被拒股东会议事录获股东同意书 并详诉理由报请交通部观光局被查 并缴回各项证照 前向申请停业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其有正当理由者得申请展颜一次 期间以一年为限 并应于期间届满前15日内提出 停业期间届满后 应于15日内向交通部观光局申报副业 并发还各项证照 依第一项规定申请停业者 于停业期间 非经向交通部观光局申报副业 不得有营业行为 第二十二条 旅行业经营各项业务 应合理收费 不得以不正当方法为不公平竞争之行为 旅游市场之航空票价 时速 交通费用 由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案计发表 供消费者参考 第二十三条 综合旅行业 甲重旅行业接待或引导国外 香港 澳门或大陆地区观光旅客旅游 应依来台观光旅客使用语言 指派或雇用领友外语或华语导游人员职业 正知人员执行导游业务 综合旅行业 甲重旅行业办理前项接待或引导非使用华语之国外观光旅客旅游 不得指派或雇用华语导游人员执行导游业务 综合旅行业 甲重旅行业对指派或雇用之导游人员应严加都导游管理 不得允许其为非旅行业执行导游业务 第二十三之一条 旅行业指派或雇用导游人员领队人员执行接待或引导观光旅客旅游业务 应签订书面契约 其契约内容不得违反交通部观光局公告之契约不得记载事项 旅行业应给付导游人员领队人员之报酬 不得以小费 购物佣金或其他名目抵替之 第二十四条 旅行业办理团体旅游或个别旅客旅游时 应与旅客签订书面之旅游契约 其引致之招揽文件并应加注公司名称及注册编号 团体旅游文件之契约书应载名下列事项 并报请交通部观光局核准后 使得实施 一、公司名称、地址、代表人姓名、旅行业执照字号及注册编号 二、签约地点及日期 三、旅游地区、行程、启程及回程中止之地点及日期 四、有关交通、旅馆、膳食、游览及计划行程中所复随之其他服务详细说明 五、组成旅游团团体最低限度之旅客人数 六、旅游全程所需缴纳之全部费用及付款条件 七、旅客得解除契约之事由及条件 八、发生旅行事故或旅行业因为约对旅客所生之损害赔偿责任 九、责任保险及旅约保证保险有关旅客之权益 十、其他协议条款 前项规定、除第四款关于膳食之规定及第五款外 均与个别旅游文件之契约书准用之 旅行业将交通部观光局定定之定型化契约书犯本公开 并引致于旅行业带收转付收据凭证交付旅客者 除令有约定外 是为以一第一项规定与旅客定约 第25条旅游文件之契约书犯本内容 由交通部观光局令定之 旅行业依前项规定制作旅游契约书者 是同以一前条第二项及第三项规定报经交通部观光局核准 旅行业办理旅游业务 应制作旅客交付文件与缴费收据 分由双方收职 并连同与旅客签订之旅游契约书 设置专柜保管一年 被公查核 第26条 综合旅行业以包办旅游方式 办理国内外团体旅游 应预先拟定计划 订定旅行目的地 日程旅客所能享用之运输 住宿服务之内容以及旅客所应缴付之费用 并印制招揽文件 使得自行组团或依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款 第六款规定委托假种旅行业 以种旅行业代理招揽业务 第27条 假种旅行业代理纵合旅行业招揽 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款业务 或以种旅行业代理纵合旅行业招揽 第三条第二项第六款业务 应经纵合旅行业之委托 并以综合旅行业名义 与旅客签订旅游契约 前项旅游契约应由该销售旅行业附属 第28条 旅行业经营自行组团业务 非经旅客书面同意 不得将该旅行业务转让其他旅行业办理 旅行业受理前项旅行业务之转让时 应与旅客重新签订旅游契约 假重旅行业 以重旅行业经营自行组团业务 不得将其招揽文件置于其他旅行业 委托该其他旅行业代为销售 招揽 第29条 旅行业办理国内旅游 应派遣专人随团服务 第30条 旅行业刊登于新闻纸 杂志 电脑网络及其他大众传播工具之广告 应载名公司名称 种类及注册编号 但综合旅行业得以注册之服务 标章替代公司名称 前项广告内容应与旅游文件相符合 不得有内容夸大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之表示或表真 第31条 旅行业以服务标章招揽旅客 应依法申请服务标章注册 报请交通部观光局备查 但仍应以本公司名义签订旅游契约 前项服务标章以一个为限 第32条 旅行业以电脑网络经营旅行业务者 其网站首页应载名下列事项 并报请交通部观光局备查 一 网站名称及网址 二 公司名称 种类 地址 注册编号及代表人姓名 三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号码及联络人 四 经营之业务项目 五 会员资格之确认方式 旅行业透过其他网路平台贩售旅游商品 或服务者 应于该旅游商品或服务网业在名前向锁定事项 第三十三条 旅行业以电脑网络接受旅客线上订购交易者 应将旅游契约登载于网站 于收售全部或一步驾金前 应将其销售商品或服务之限制及确认程序 契约终止或解除及退款事项 向旅客据实告知 旅行业受领嫁金后 应将旅行业贷收转付收据凭证交付旅客 第三十四条 旅行业及其雇佣之人员于经营或执行旅行业务 对于旅客个人资料之搜集 处理或利用 应尊重当事人之权益 依诚实及信用方法为之 不得于月圆约定之目的 并应与搜集之目的具有正当合理之关联 第三十五条 旅行业不得已分公司以外之名 设立分支机构 亦不得包庇他人顶名经营旅行业务 或包庇非旅行业经营旅行业务 第三十六条 综合旅行业 假仲旅行业经营旅客出国观光团体旅游业务 于团体成型前 应以书面向旅客做旅游安全 及其他必要之状况说明或举办说明会 成型时美团均应派遣领队全程随团服务 综合旅行业 假仲旅行业办理前向出国观光旅客团体旅游 应派遣外与领队人员执行领队业务 不得指派或雇佣华与领队人员执行领队业务 综合旅行业 假仲旅行业对指派或雇佣之领队人员应严加都岛屿管理 不得允许其为非旅行业执行领队业务 第三十七条 旅行业执行业务时 该旅行业及其所派遣之随团服务人员 均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 不得有不利国家之言行 二 不得与旅游途中善离团体或随意将旅客解散 三 应使用合法业者依规定设置之游乐及住宿设施 四 旅游途中注意旅客安全之维护 五 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外 不得未经旅客请求而变更旅程 六 除因代办必要事项虚临时持有旅客证照外 非经旅客请求 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管旅客证照 七 只有旅客证照时 应妥善保管 不得遗失 八 应使用合法业者提供之合法交通工具及合格支驾驶人 包租游览车者 应签订租车契约 并依交通部观光局颁定支检查记录表填列查核其行车执照 强制汽车则认保险 安全设备 逃生演练 驾驶人支持照条件及驾驶精神状态等事项 且以搭载所属观光团体旅客为限 沿途不得搭载其他旅客 九 应妥事安排旅游行程 不得使游览车驾驶为反汽车运输业管理法规有关超时工作规定 第三十八条 综合旅行业 甲重旅行业经营国人出国观光团体旅游 应慎选国外当地政府登记合格支旅行业 并应取得其承诺书或保证文件 时可委托其接待或导游 国外旅行业违约 致旅客权利受损者 国内招揽之旅行业应付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旅行业办理国内外观光团体旅游及接待国外 香港 澳门或大陆地区观光团体旅客旅游业务 发生紧急事故时 因为迅速 妥事之处理 维护旅客权益 对受害旅客家属应提供必要之协助 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应向交通部观光局报备 并依紧急事故之发展及处理情形为通报 前项所称紧急事故 细致造成旅客伤亡或止流之天灾或其他各种事变 第一项报备 英田聚紧急事故报告书 并检附该旅游团团团员名册 行程表 责任保险单及其他相关资料 并应确认通报受理完成 但于通报事件发生地 无电子传真货网络通讯设备 致无法立即通报者 得先以电话报备后 再捕通报 第四十条 交通部观光局为都导管理旅行业 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员前往旅行业营业处所 或其业务人员执行业务处所检查业务 旅行业或其执行业务人员于交通部观光局检查前项业务时 应提出业务有关之报告及文件 并具时辰速办理业务之情形 不得规避 妨碍或拒绝前项检查 并应提供必要之协助 前项文件指第25条 第三项之旅客交付文件与缴费收据 旅游器约书及观光主管机关发给支个总部册 证件与其他相关文件 旅行业经营旅行业务 应具时填写各项文件 并做成完整记录 第四十一条 综合旅行业 假中旅行业待客办理出入国及签证手续 应接时查核申请人之申请书件及照片 并具时填写 其应由申请人亲自签名者 不得由他人代签 第四十二条 综合旅行业 假中旅行业及其雇佣之人员待客办理出入国及签证手续 不得为申请人伪造 变造有关之文件 第四十三条 综合旅行业 假中旅行业为旅客代办出入国手续 应向交通部观光局或其委托之旅行业相关团体请领专任送件人员识别证 并应指定专人负责送件 严加监督 综合旅行业 假中旅行业领用之专任送件人员识别证 应妥善保管 不得借供本公司以外之旅行业或非旅行业使用 如有回损 以施应据书面续名理由申请换发或不发 专任送件人员一动时 应于十日内将识别证缴回交通部观光局或其委托之旅行业相关团体 申请 换发或不发专任送件人员识别证 应缴纳证照费每件新台币150元 综合旅行业 假中旅行业为旅客代办出入国手续 委托他旅行业代为送件时 应签定委托契约书 第一项委托事项及法规依据应公告并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 第四十四条 综合旅行业假中旅行业代课办理出入国或签证手续 应妥善保管其各项证照 并于办妥手续后即将证件交还旅客 前项证照如有遗失 应于24小时内检据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向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警察机关或交通部观光局报备 第四十五条 旅行业缴纳至保证经委法院或行政执行机关强制执行后 应于接获交通部观光局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 一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款地 一目制地 五目规定之金额缴组保证金 并改善业务 第四十六条 旅行业解散者 应依法办妥公司解散登记后十五日内 拆除试招 缴回旅行业执照及所领取知识别证 并由公司清算人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发环保证金 经费指旅行业执照者 应由公司清算人于处分确定后十五日内依前项规定办理 第一项规定 与旅行业分公司废纸登记者准用之 第四十七条 旅行业受撤销 废纸执照处分 解散或经宣告破产登记后 其公司名称 依公司法第二十六条之二规定限制申请使用 申请筹设之旅行业名称 不得与他旅行业名称或服务标章之发音相同 或其名称或服务标章 亦不得以消费者所普遍认知之名称为相同或类四只使用 只与他旅行业名称混淆 并应先取得交通部观光局之同意后 在依法向经济部申请公司名称预查 旅行业申请变更名称者 亦同 大陆地区旅行业未经许可来台投资前 旅行业名称与大陆地区人民投资之旅行业名称有前项情形者 不与同意 第四十八条 旅行业从业人员应接受交通部观光局 集职辖市观光主管机关举办之专业训练 并应遵守受训人员应行遵守事项 观光主管机关办理前项专业训练 得收取报名费 学杂费及证书费 第一项之专业训练 观光主管机关得委托有关机关 团体办理之 第四十九条 旅行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待客办理出入国或签证手续 明知旅客证件不使而仍待办者 二 发掘雇用之导游人员为 反导游人员管理规则 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而不为举发者 三 与政府有关机关禁止业务 往来之国外旅游业营业者 四 未经报准 擅自允许国外旅行业代表 附设于其公司内者 五 为非旅行业送件或领件者 六 利用业务套取外汇或私自兑换外币者 七 伪由旅客携带物品图利者 八 安排之旅游活动违反我国或旅游当地法令者 九 安排未经旅客同一支旅游活动者 十 安排旅客购买货架与品质不相当之物品 或强迫旅客进入或留置购物店购物者 十一 向旅客收取中途离对支离团费用 或有其他索取额外不当费用之行为者 十二 办理出国观光团体旅客旅游 为一约定办妥签证 即为或住宿 即待团出国者 十三 违反交易诚信原则者 十四 非举办旅游 而假及其他名义向不特定人收取款项或资金 十五 关于旅游究分调解事件 经交通部观光局合法通知吴正当理由不予调解其日到场者 十六 贩售机票与旅客 会于机票上记载旅客姓名 十七 经营旅行业务不遵守交通部观光局管理监督之规定者 第五十条 旅行业雇佣支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会办妥离职手续而任职于其他旅行业 二 擅自将专任送件人员识别证件供他人使用 三 同时受雇于其他旅行业 四 掩护非合格领队带领观光团体出国旅游者 五 掩护非合格导游执行接待或引导国外或大陆地区观光旅客至中华民国旅游者 六 擅自透过网际网路从事旅游商品支招栏广告或文宣 七 为前条第一款 第二款 第五款至第十一款之行为者 第五十一条 旅行业对其指派或雇佣之人员执行业务范围内所为之行为 推定为该旅行业之行为 第五十二条 旅行业不得为请非旅行业从业人员执行旅行业务 但依第二十九条规定派遣专人随团服务者 不在此线 非旅行业从业人员执行旅行业务业务者 视同非法经营旅行业 第五十三条 旅行业举办团体旅游 个别旅客旅游及办理接待国外 香港 澳门或大陆地区观光团体 个别旅客旅游业务 应投保责任保险 其投保最低金额及范围至少如下 1. 每一旅客及随团服务人员意外 死亡新台币200万元 2. 每一旅客及随团服务人员因意外事故 所致体伤之医疗费用新台币10万元 3. 旅客及随团服务人员家属 前往海外或来中华民国处理善后 所必须支出之费用新台币10万元 国内旅游善后处理费用新台币5万元 4. 每一旅客及随团服务人员 证件遗失之损害 赔偿费用新台币2000元 旅行业办理旅客出国及国内旅游业务时 应投保履约保证保险 其投保最低金额如下 1. 综合旅行业新台币6000万元 2. 甲重旅行业新台币2000万元 3. 以重旅行业新台币800万元 4. 综合旅行业 甲重旅行业每增设分公司一家 应增加新台币400万元 以重旅行业每增设分公司一家 应增加新台币200万元 旅行业以取德京中央主管机关 任可足以保障旅客权 一支观光公益法人会员资格者 其旅约保证保险应投保最低金额如下 不是用前项之规定 1. 综合旅行业新台币4000万元 2. 甲重旅行业新台币500万元 3. 以重旅行业新台币200万元 4. 综合旅行业 甲重旅行业每增设分公司一家 应增加新台币100万元 以重旅行业每增设分公司一家 应增加新台币50万元 履约保证保险之投保范围 为旅行业因财务困难 未能继续经营 而无力支付办理旅游 所需一部或全部费用 至其安排之旅游活动 一部或全部无法完成时 在保险金额范围内 所应给付旅客之费用 第53之一条 依前条第三项规定 投保旅约保证保险之旅行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应于接获交通部观光局通知之日 起15日内 依同条第2项 第一款至第4款 规定金额投保旅约保证保险 1. 受庭业处分 庭业期满后未满2年 2. 丧失中央主管机关 认可之观光公益法人之会员资格 3. 其所属之观光公益法人 解散或经中央主管机关 认定不足以保障旅客权益 第54条 删除 第4章 讲成 第55条 旅行业或其从业人员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除予以奖励或表扬外 并得协调有关机关奖励之 1. 热心参加国际观光推广活动或增进国际友谊有优异表现者 2. 维护国家荣誉或旅客安全有特殊表现者 3. 撰写报告或提供资料有参采价值者 4. 经营国内外旅客旅游 时速及导游业务 业绩优越者 5. 其他特殊是基金主管机关认定应与奖励者 第五十六条 旅行业违反第六条第二项 第八条第二项 第九条第一项及第二项 第十条 第十三条第一项 第十六条 第十八条第四项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第一项及第四项 第二十二条第一项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三条之一 第二十四条第二项及第三项 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第一项及第三项 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二条第一项 第五十三条第一项 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者 由交通部观光局依本条例 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处罚 第五十七条 旅行业雇用之人员违反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七条 第四十条第二项 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 第五十条第二款 第四款至第七款之规定者 由交通部观光局依本条例 第五十八条规定处罚 第五十八条 依第十二条第一项 第二款 第六目规定缴纳保证金之旅行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应于接获交通部观光局通知之日 起十五日内 依同款第一目至第五目规定金额 缴组保证金 一、受庭业处分者 二、保证金被强制执行者 三、丧失中央主管机关 认可之观光公益法人之会 原资格者 四、其所属观光公益法人解善者 五、有第十二条第二项情形者 第五章 负责 第五十九条 旅行业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交通部观光局得公告之 一、保证金被法院或行政执行机关扣押或执行者 二、受庭业处分或废止旅行业执照者 三、无证当理由自行停业者 四、解善者 五、经票聚焦换索公告为拒绝网来护者 六、为依第五十三条规定办理者 第六十条 假仲旅行业最近二年未受停业处分 且保证金未被强制执行并取得经中央 假仲旅行业最近二年未受停业处分 且保证金未被强制执行并取得经中央 观光主管机关任可 足以保障旅客权 一支观光公益法人会员资格者 于申请变更为纵合旅行业时 九、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本规则修正 发布时所提高之纵合旅行业保证金额度 得按十分之一缴纳 前向纵合旅行业之保证金 为法院或行政执行机关强制执行者 应依第四十五条之规定缴族 第六十一条 删除 第六十二条 旅行业受停业处分者 应于停业时日缴回交通部观光局 发给之各项证照 停业期限届满后 应于十五日内申报副业 并发还各项证照 第六十三条 旅行业依法设立之观光公益法人 办理会员旅游品质保证业务 应受交通部观光局监督 第六十四条 旅行业符合第十二条 第一项第二款第六目规定者 得检附证明文件 申请交通部观光局 依规定发环保证金 旅行业因战争 传染病或其他重大灾害 严重影响营运者 得自交通部观光局公告之次 日起一个月内 依前项规定 申请交通部观光局 暂时发还原 缴保证金十分之九 不受第十二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六目有关 二年期间规定之限制 旅行业依前项规定 申请暂时发还 保证金者 应于发还后 借满六个月之次日 起十五日内 依第十二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一目至 第五目规定 缴组保证金 第十二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六目有关 二年期间之规定 于申请暂时发还 保证金期间 不予计算 第六十五条 依本规则 征收之规费 应依预算 程序办理 第六十六条 民国八十一年 四月十五日前 设立支甲重铝行业 得申请退还 铝行业保证金 至第十二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二目 及第四目规定之金额 第六十七条 删除 第六十八条 本规则自发布日施行 第六十七条